消毒车开进了校园喷洒漂白水 车辆无法兼顾的处所也有人力被负击具进行喷洒 草屯镇公所抽调清洁队人员进入校园 预计在两天内完成镇内高中指 以及国中小18所学校的环境清洁消毒 为了草屯镇所有的学校学童的安全 我们清洁队这两天就是把我们一线的司机的人力 调整让他们全心全意来协助我们镇内 除了18个国中小之外还有同德高中 就是我们也一并来做清销 除此之外我们对于防御旅馆 这个部分我们也一并来做清销 希望留给我们证明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春节假期结束 紧接着2月11日高中以下学校就要开学了 趁着学生上课前 正公所派员协助学校加强防疫工作 对此学校是相当的感谢 也表示已经做好各项防护措施 同时也呼吁家长 对学生的健康管理要弱势 才能够确保学生的健康 因为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 正公所都会非常主动的派员来为学校做清洁消毒的工作 特别是在现在疫情仍会消除之前 那么在室内部分我们也会请老师回来做好室内 教室内部的清洁消毒工作 那么我们就希望可以在开学的时候提供孩子一个安全健康 而且卫生的一个学习环境 那么这次正公所主动给学校协助 那么学到这边我们也会全力扶起我们照顾学统的责任 校外的民众进入校园使用度高的操场 运动游乐器材 游清洁队员加强倾销 县议员蔡明轩感谢公所的用心 让老师学生们能够安心的上课 减轻开学后病毒传播的风险 感谢我们草存政务所 特别在我们开学的一个前夕 为我们镇内的一个国中小学 来做一个全大方面的一个消毒 一方面也是让我们家长也可以安心 让我们孩子可以健康 安全的一个回到学校来继续来就学来上课 感谢我们公所 还有我们的清洁队 大家一起用心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镇长监警县特别呼吁民众配合清洁队 学校的清销与防疫措施 误成防疫破口 学校的教学区域 包括学校的教室与各处室等室内空间 学校也需自行在十日前全部完成清销 记者洪一伦草存政采访报道